把全校的女生都给亲了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在2012年有一部动画 只要你说你爱我 就是讲述了一个专一的男主 几乎把全校的女生都给亲了 最要命的是 观众近来还因此争论男主 究竟是不是渣男 而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给你从头讲起 女主菊梅在读幼儿园的某天 她的朋友们诬陷她毒死了半生亿的兔子 从这件事之后 菊梅再也不去找这些表面朋友了 所以到了现在读高中的菊梅 依旧没有朋友 更别说男朋友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16年了 直到一个叫黑泽大河的男子出现后 菊梅的人生才发生了改变 黑泽大河是菊梅的同届生 也是最受欢迎的校草 她和死当中西在走廊讲话时 中西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菊海 菊海瞪了一眼中西便离开了 大河好奇地问中西那女孩是谁 中西跟她说是个没在班级说过话的孤僻同学 大河听完有了一点兴趣 这天陈慧好色的中西 碰巧抓住了菊梅的裙子想要调戏 这时一旁的大河过来阻止中西却被菊梅漂亮的回旋梯给踢飞 大河不仅不生气 反而越发觉得菊梅很有趣 所以在这天傍晚 大河来找菊梅为中西的行为向他道歉 大河这么温柔 菊梅也很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 之后大河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硬塞给了菊梅 但菊梅并不打算跟他交朋友 可是在一天晚上 菊梅坚持到了很晚 回家的路上被常来的一位男顾客给跟踪了 菊梅害怕地躲在便利店打给家里却没有人接 没有朋友的他无奈只要打给了大河 在大河赶来后 大方带着菊梅走到男顾客的面前 随后却是主权一般地吻了菊梅 这是菊梅的初吻 当菊梅脸红了好几天 也因为这个吻 他和大河的关系竟然逐渐好了起来 菊梅也在思考是否可以性能大河 而几川朝妹也是大河的朋友 因为大河认识了菊梅 朝妹便也开始和他交朋友 朝妹跟菊梅说 他跟大河亲过哦 不过传闻大河已经和高中的所有可爱女生都接吻过了 但传闻就B班的仙境没有吻过 而且仙境是大河的初恋哦 菊梅听完后开始对仙境同学很是在意 她吃醋并怀疑仙境是大河的真爱 所以才没有吻她 后来菊梅在卫生间又听见了几个女生在嘲笑 朝妹的胸大 于是她仗义地替朝妹说话 菊梅也因此被删了 朝妹陪她去义务室休息 结果又碰见了那几个女生 他们肆意地嘲笑朝妹的大胸 听到这些话的中西赶过来了 着急地形容大胸的好处 却反而让朝妹更加害羞 菊梅训斥中西不应该这样表达感情 应该把真心告诉朝妹 于是中西对朝妹表白了 我喜欢你的胸 哎阿腿 我喜欢你 反正两人最后顺利地在一起了 之后大河跟新井去KTV了 菊梅很实在意地去跟踪了大河 却被发现 于是大河又吻了她 她吻了很多次来表明自己的心意 是大河发现了菊梅让她不再孤单 但她还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大河 两人迎来的第一次约会 大河走在街上就是最帅的洋宅 让一旁的菊梅感觉很自卑 于是大河问头地牵着她的手 让二人像恋人一般 这时大河碰到了朋友雅思和爱子 于是四人却打保龄球 意外的是 菊梅能保龄球打得意气棒 爱子有些郁闷 为什么大河选择了菊梅 他私下警告菊梅 不要抱着模拟两颗的感情霸展大河 还说自己跟大河发生过关系 结果听完后 菊梅觉得自己配不上大河 便离开了 爱子当初因为男朋友 贫死努力地化妆 结果把皮肤搞得很糟糕 大河是第一个夸大素颜好看的人 但爱子还是被男朋友绿了 崩溃了爱子去找大河 让他跟自己发生关系 于是大河为了安慰他并没有拒绝 此时菊梅失落的林志宇 不过大河还是找到了他 带着他去自己的初衷 大河说自己的初衷到处都是欺凌 为了不被欺负 他整日茶阳观色 提心吊胆 终于有一天 他的死党成了被欺凌的对象 他只能表面上无视死党 私下再跟死党聊天 可有一天 他死党转笑了 大河很讨厌这样软弱的自己 现在到了高中 他依旧软弱地在群体中生存 菊梅安慰是大河的人格 吸引着别人 要相信自己 大河认真地说 是菊梅正能坚持自我的帅气性格 吸引了他 知道大河也受伤过 菊梅决定吸引了大河 后来大河送了一串情侣手链给菊梅 菊梅十分地重视着手链 菊梅是大河女朋友的事 全校都迟到了 大河的朋友早川 对菊梅很感兴趣 便约着大河和菊梅吃饭 早川的目的不存 他以为大河不是认真的 便在吃饭时 趁大河不在 问菊梅要不要跟他偷情 菊梅当即生气地留下饭钱 就离开了 大河回来明白现状后 打了早川 警告他 别引诱自己的女人 早川是嫉妒大河的 原因竟是因为 他身边的新伴侣嘴上 都是一口一个大河 早川和艾滋在走廊对话 因为大河吵了起来 早川不客气地嘲笑艾滋 因为减肥身体留下了伤疤 菊梅听到后便出来训斥早川 比艾滋更加难堪的 让人看不下去 菊梅的共情能力很强 他明白伤痛 被人揭开 之前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替艾滋出声了 菊梅说的自己是被大河拯救了 所以他对大河的感情 并不会比艾滋少 艾滋似乎明白了大河 为什么会喜欢菊梅 有些是懒得离开了 而大河打早川 瘦还受伤了 这是为了菊梅受了伤 菊梅感动 且真是万分之份感情 靠背哦 被爱情明昏的少女 果然不一样 菊梅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幼猫 但他家里养不下第二只了 大河便把这只猫带回家一样 菊梅小黑 大河邀请菊梅和菊梅的猫棉花糖 一起去他家看小黑 在大河家 又认识了大河的妹妹菊 菊做的食物特别好吃 但从前段时间开始 就不敢去学校了 本来菊也有一群朋友的 那群朋友总是到菊家来玩 在大家玩游戏 吃菊做的糕点 却不怎么跟菊交代 也不带他一起玩游戏 有一天 菊梅一周听到他朋友说 如果没法在菊家吃东西 和进行了玩游戏 那么他就没有做朋友的价值了 知道真相的菊 也因此闭门不出 大河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 大河有时出门一趟 于是菊梅去找菊玩 他知道菊也讨厌交朋友 然后跟他说的自己之前也一样 直到遇见了大河 才知道交朋友带来的快乐 他鼓励菊也勇敢地去等待 和寻找可以一起分享快乐的人 菊被开导了 和菊梅成为了朋友 有时候 一个人走出困境 就需要一个人感同身受的人 来说一些很简单的道理 后来有一天 某杂志的屏幕头牌 北川慧转到了大河的学校 他一来就对大河一见钟情 想跟他交往 但大河直接说 对只注重外表美的人不感兴趣 第二天北川慧改变策略 和大河从朋友做起 大河和北川慧走在一起 同学们都觉得囊财女帽 那一旁的菊梅又自卑了起来 之后大河答应去北川慧的事务所 简直一天 因为事务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栏目 拍摄这天 菊梅也去看了 大河和北川慧一起拍摄 可菊梅却觉得烦躁 自卑且孤独 事务所想要继续请大河做模特 大河询问了菊梅的意见 菊梅虽然心里难受 却嘴上还是说鼓励她去 于是大河和北川慧等人去唱歌 菊梅不想去就独自回家 大河总是跟北川慧一起讨论拍摄的事 一起放学后去拍摄 渐渐的大河与菊梅的独处时间就没有了 而菊梅一直努力地做饼干 想要给大河吃 工作完后的北川慧带着大河回自己家吃饭 还有请他每次工作完都一起吃饭 大河善良的性格让他拒绝不了 很快大河和菊梅也只靠一两个短信联系的 菊梅忍不住哭了 朝美和艾滋看见后担心的不行 让他把心事讲出来 菊梅说出来了 艾滋鼓励她要自己把握好自己的爱情 于是菊梅勇敢地穿过人群在走廊问了大河 当天两人终于一起回家了 可在路上菊梅又说话上了大河 大河第一次松开她的手先离开了 没想到北川慧在采访中说自己喜欢大河 学校离支持北川慧和大河的嬉皮人也越来越多 导致菊梅再次沉默了 艾滋开门下去了 却跟大河说了菊梅的心事 大河这才恍然大悟 是自己先伤了菊梅 而菊梅一直在面包店里兼职 有天遇到了个顾客叫足村海 足村海是为了想要菊梅身上的挂件 那是某游乐园的限定 菊梅和大河一人一个 面对足村海的恳求 菊梅还是没有把挂件送给他 可之后足村海每天都会逛顾菊梅的面包店 回家路上 菊梅忍不住哭了 因为真正喜欢上大河后只剩下痛苦 这时情侣手链也断了 可是没想到 大河就在这个时候找来 他诚恳地道歉并解释 自己跟北专会的关系 大河为菊梅辞掉了模特的工作 本来干模特也是因为菊梅为夸她帅 下雨天 大河送菊梅回家 临时了去她家混干衣服 几件大河送了情侣戒指给菊梅 在两人浓情蜜意的时候 菊梅妈妈回来了 看到大河如此地了解菊梅 菊梅妈妈很是安心且开心 后来菊梅才知道足村海 是大河初中的那个被欺负的死党 他一直在锻炼身体 现在回来 是想报复以前欺负过他的人 菊梅知道他的目的后 就说他这和欺负别人的人 有什么两样 该并不要什么的 还是用心去交朋友吧 足村海去找到以前欺负自己的人 但是那人变得畏首畏尾的 看见他就逃走 足村海开始思考 自己一直在意的事情 在别人那如此的微不足道吗 甚至都被忘记了 突然足村海觉得菊梅说的很有道理 他去找大河说自己喜欢上菊梅 而糟糕的是北村会也不甘心赎给菊梅 想要继续接近大河 他正直跟大河撒网说 菊梅要和足村海去游乐场 大河直到后开始生闷气 为了接近大河 北村会开始先接近朝妹 爱子等人 想要把菊梅的朋友都给抢走 大河也不怎么开始搭理菊梅 菊梅又开始担心朋友们会离开自己 伤心的他在回家路上碰见了足村海 不小心在他面前哭了 于是跟他说了原味 足村海便鼓励菊梅主动出击 留下自己喜欢的人 也要把眼界放宽 于是菊梅主动约了大河一起回家 可在足村海接菊梅下班的这天 足村海却告白了 学校立马传出了这件事 大河坐不住了 却质问菊梅是否要跟足村海去游乐园 一旁的足村海教训大河 让菊梅伤心还打了他 大河坚定了声明自己不可能弄出菊梅后 足村海跟恶人让道离开了 大河也终于邀请菊梅一起去游乐园约会 菊梅精心的准备好行李 跟着大河去游乐场玩 其前妹妹子也来到游乐场 因为她特想见菊梅才来的 这种菊梅觉得很幸福 不过大河却接到输入所的电话 说是联系博生北村会 结果大河离开了菊梅去找他 知道自己彻底败北的北村会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被同学们嘲笑太丑 于是开始学习 努力化妆 让自己装得可爱 但其实他对表面朋友也早就厌烦了 只是拿钱消遣同学而已 渐渐的 同学们也发现了北村会 则是高连一等的幻性格 都远离了他 唯独小桃从小就一直默默支持着北村会 但是北村会却把他拒之门外 觉得他也是假朋友 北村会自曝自己的棺材房里 小桃每天都来找他 在小桃的真心倾诉下开导了自己 两人和好如粗 而北村会也在正视自己后做出了改变 不再擦手他人感情 剪掉头发重新来过 下着喵绘之天 菊梅的妈妈进行为菊梅准备了御衣 帮她化妆 想让她漂亮的出现在爱人面前 看到美丽的菊梅 大河心动得脸红了 后来大河感冒了 担心万分的菊梅就带了一堆东西想要去探望 他先打电话过去问候 只却抢过电话说大河不想见他 其实这只是指想要独占大河一天 菊梅听了很失落 就一直在大河家门口 犹豫要不要进去 大河担心菊梅生气 想忙设法地逃出家去 结果两人兜兜转转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想遇了恶人激动地相拥 故事结束 首先我必须先说一下 但这部动画的设定是真的太过狗血 其次关于男主扎不扎这个话题 其实还是得你们去看完原片才知晓 因为今天解说速度有些快 人为的情感表达没有太过详细 只要你们看完了原片 那么就不会觉得男主扎 而是巨扎 我之所以会推荐这部动画 是因为这种少女翻已经不是特别的多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要去观看原片还有漫画 虽然设定特别狗血 但是只要喜欢这种例行的人去看 都会甜到发憨 而没有看过原作漫画的 我只是发表对动画的观点 为什么要特地说这句话呢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这部动画在各大网址 简直就是评论两边倒 一边是两位三观不正 一极其的人 一边是觉得 为什么老是抓着男主的过去说话 所以我占哪对呢 都怕是会得罪人 所以我决定 谁都不占 全都得罪 嘿嘿 开玩笑啊 其实男主的设定是说 无法拒绝别人 收拉扎倒也不是太过离谱 毕竟上一个期 那好多女生的成哥 坟头草估计都挺高的了 可是这次男主却活得还好好的 他顶多是个中央空调 起码在和女主交往的时候 没有做过那种太过出格的事情 只能说这个男主是绝对的直男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个人还是希望祖村海 可以跟女主嬉皮 只可惜 谁让女主是被男主救赎呢 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表示 我还是嫉妒男主 祖团七刀片 我先来 如果还有愿意一起的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排队 这种男主太气人了 七个小 我是少年 有名的又可爱的九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